花蓮县政府与议会争议 经在传花蓮县议长选举同样黑影床床 去年底花蓮议长投票前 经传有国民党的议员遭软禁说 花蓮地检署表示已接获检举 并发交冬极战争办 正值敏感时刻 花蓮县议长张俊因一起怯占国有山坡地案 被花蓮县调战约谈 更格外引人侧目 张景议员 当前花蓮县议会的议长 拱手行李感谢议员同僚 马上挥手向支持民众致议 无党籍现议员张俊 去年底顺利登上议长宝座 现在却被网络媒体爆料 两位现议员在议长选前 被黑人掳走控制行动 企图操控选情 我们所知道的是李正文议员 以及周俊佑议员被人家带走 甚至连手机都被控制 那为什么弄到后面变得是 好像是影射我把周俊佑押走 这个事情都只需乌有吧 因为现在目前 我现在目前我真的不想再与 我俯会在吵架的时候 我不想介入 可是因为现在目前这个事情 烧到台面上 而且影射到我这边的话 可是我说老实话 完全没有这个事情 事实上没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不想去接触这样一个 比较敏感的这样的问题 所以主动的自己去做这个避开 然后跟对外不做接触跟联系 传出被掳走的议员双双否认 不过选后有议员开始聘请随护 贴身保护 花莲宪议会不但被看不见的黑云笼罩 议长张俊遭人检举 窃进近十公顷的国有地 种植槟榔牟利 22号遭花莲调查战约谈 花莲宪议会不平静 接连报出议员疑似遭黑人如走 议长被控窃战国土 看来花莲政坛暂时还难以平静 记者综合报道